天南地北谈法语 哎,最近家长们都在抱怨 转为网课以后 好些孩子变得懒散 上课也不专心 网课有好有坏 坏处比较多吧 网速不佳 或是住家附近有人在装修 根本上不了课 效果极不理想 那就只好看回放了 有多少孩子愿意看回放 呵呵,也不尽是坏的 总有好处 比如一些得动手操作的课 以前在课堂上 学生得跟着上老师的教学进度 现在有些教师将课录制成视频 这样学生就可以依照自己的进度学习了 比如,老师教了这个步骤 学生暂停教学视频 自己试着操作 跟上了再看下一个步骤怎么做 这样就没有在实体课跟不上大伙的压力了 好像也对 对这类学生而言 改成这样的方式上课 还真是如鱼得水 成语 如鱼得水 比喻得到跟自己投合的人 或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 诶,我知道这句成语的典故 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的故事 听过吧 那当然 第三次 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 向他请教 诸葛亮为他分析当时的局势 建议他和曹操孙权顶足而立 对外结交孙权 对内则安抚百姓 便能图谋霸业 刘备一听非常佩服 请求诸葛亮相助 自那以后 刘备和诸葛亮的相处日益融洽 感情也一天比一天深厚 关羽和张飞见刘备这么器重诸葛亮 对诸葛亮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心中十分不服 有时不免在闲谈中批评诸葛亮 于是 刘备向他们俩解释 我得到诸葛亮的相助 就像鱼得到了水一样快乐 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他的闲话了 后来经过几次战役 诸葛亮显露了他卓越的本领 关羽和张飞自然对他也心服口服了 刘备说 他得到诸葛亮就如鱼得水一样快乐 像鱼儿在水中嬉戏 悠游自在 如鱼得水 形容遇到的人跟自己很投合 或所处的环境对自己很适合 所以说 对一些学生而言 上网课如鱼得水 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掌握能力 加快或暂停教学视频 前提是 学习者摆正学习心态 能自律自重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文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